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要先进来看基隆疫情有升温的迹象 3月26号再增添了4例都是与小吃店有关 为了要避免去年小吃店的群聚事件再次上演 基隆市府宣布全市224家兼营卡拉OK的小吃店停业3天进行清销 并提供快筛试剂给业者使用 另外KTV等场所唱歌强制要戴口罩7天 市民广场将设立快筛站 让有疑虑的市民主动前往筛检 基隆疫情有升温迹象 正在居家隔离的基隆市长林友昌 3月26号以线上方式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 基隆再新增势力确诊 基本上是以两间小吃店为中心 一个就是129卡拉OK店 另外一个就是银河小吃店 那他们基本上都是进入卡拉OK的小吃店 那今天新增的4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案222687 那它是这一起群聚案件指标个案 案22595的女性友人 那大概是40多岁 那它的一个重叠的主机是在129卡拉OK 另外第二个案例是案22688 案22688 那它是一名建车的司机 大概是50多岁的男性 那它是因为也是看到市政府公布的 这些足迹的场所 那因为它有去小吃店消费 所以它也是自行的进行快塞 那是没有症状 那快塞完了之后呢 是阳性 所以也联络我们这个卫生区 所以我们立即进行进步的一个裁检 之后确诊 另外还有一对夫妻 分别是案22689 以及案22690 他们是一对夫妻 那他们都是因为有到银河小吃店 去那边消费 主持疫情记者会的副市长宁尔发 也公布这四位确诊者的相关足迹 而为了避免去年小吃店群聚事件再度上演 牛昌宣布多项防疫升级措施 首先是全市小吃店停业三天 全面进行清销 市府也会提供业者快塞试剂 另外KTV等场所即日起唱歌需强制戴口罩 这项措施将持续7天到4月1号为止 RK的这个小吃店 我们全面这个暂停营业三天 这是为了要确保所有市民大家的一个安全 那另外这一个我们基隆本市的这个影视歌唱的营业场所 也就是KTV 那现在当然照中央的规定是唱歌是没人家口罩的 不过我想为了这个防范于贵兰 然后另外也是用一个比较精神的一个态度来应对 所以我们所有的室内唱歌 也一律要求大家要带口罩 那我们为期7天 刘友昌也表示将在市民广场设置快塞站 向加速找出隐藏的确诊者避免疫情扩散 刘友昌也呼吁有疑律的市民主动前往筛检 我们也会在今天下午来设立这个快速的筛检站 在我们的市民广场 也欢迎有任何疑虑 或者是因为身份或者是工作比较特殊 那我们会保护大家的一个隐私 那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积极的出来 只要你有任何的一个疑虑 或者你曾经到这些地方去做消费 你有所这个担心 那没有关系 主动积极出来进行筛检 金融市卫生局方面表示 3月25号市民确诊案例 依供匡列裁检了231位 至于警察局部分 3月26号为止仍维持两例 警察局长刘耀卿也澄清 确诊远景并没有涉足不正当场所 刘耀卿也借机澄清外界对于他只居隔三天的疑虑 同时强调居家隔离并不会影响市政推动 及执行相关防疫措 回到家之后呢 我赶快把电脑啊 还有包括灯光啊 把它架设起来 那下午的时候 我们召开那一个城市博览会的交通组的一个会议 那这个由我们副市长来主持 不过我们也一起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讨论 那今天早上十点的时候 我也透过视讯跟我们的同仁 包括副市长、秘书长 还有几位秘书首长 还有同仁 召开防疫的评讯会议 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方便 或者是这个阻碍的一个地方 市政的工作、防疫的工作 我们还是照相来推动 虽然金融市在一二三剂的疫苗施打率都名列前茅 不过林友昌还是再次呼吁尚未完成疫苗施打的市民 赶紧完成疫苗注射 才能有效提升自我保护力 也保护家人朋友的健康 记者张琴团金融报道 而金融市新冠疫情延烧 3月27号再新增19例确诊的病例 其中原警有6人 银河小吃店的员工、消费者及亲友10人 另外二姓中学也有3名学生确诊 金融市长林友昌下令 金融市警察局共950人 及二姓中学师生3350人 全部进行PCR筛检 市长自己也宣布将个人居家隔离的时间 从3天延长到10天 疫情指挥中心执行长王碧胜 昨天中午就到基隆协助地方控制疫情 金融市连续3天出现确诊病例 3月27号跟一口气暴增19例 正在居家隔离的金融市长林友昌 以视讯方式在记者会上说明疫情状况 银河小吃店的从业人员有4名 那警察同仁有6名 那其中一名呢是居住在台北市 另外呢家属的部分有3名 也包含一名二姓中学的学生 那另外是同学的话 二姓中学的同学呢 有两名是受到刚刚在讲的 这一名二姓中学的同学所感染 那这两名 一名是这个同班同学 另外一名是一起搭乘交通车的这个学生 此外到银河小吃店一起消费的友人的部分 确诊的有增加4名 其中一名是居住在新北瑞芳 他经常来基隆的小吃店来消费 这个是今天增加的19个案例的一个状况 新增的19起确诊案例中有6位是远警 因此林又昌下令基隆市警察局所有同仁全需进行PCR裁检 警察局上从局长下到司机公有 所有的警察同仁一律去进行这个筛检 所以我们会在今天完成所有警察局 大概有950名同仁的一个筛检 另外基隆二姓中学也出现了三位确诊学生 林又昌同样要求全校3350名师生返校集中裁检 同时停课10天 二姓中学已经有两个班级的同学 有这个疫情 所以我也在早上下令我们二姓中学的师生 我们要进校来协助师生进行全面性的一个筛检 那送检完有结果出来之后呢 会直接来通知学生 然后如果是阴性的 那就会让学生分批的回家 这一点请家长放心 另外针对二姓中学的这个学校的接下来的一个处理 我们在早上的时候跟学校的校长 还有教育处还有卫生局 也这个一起讨论 那学校也表示希望要以最高的一个规格 来这个因应这一次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全校 国中部跟高中部 会停课不停学10天 林又昌也补充表示 原定技艺教育竞赛在二姓考场部分 将延期举办 不会影响考生升学权力 由于警察确诊人数攀升 除了协调警证署资源警力 维持基隆治安状况外 在卫福部长陈时中建议下 林又昌也宣布 个人居隔时间 从三天延长到十天 3月28号早上将依原定计划 进行第二次PCR筛检 从一开始 因为是短时间几秒钟的一个 颁奖的一个接触 那我想我们主动的去 提高防疫的一个标准 三天的一个居隔 所以我本来是明天早上8点 要第二次采检 那今天跟陈部长通过电话 因为也不确定 这个我们的警察的同能到底是 这个参会前还是参会后 还是参会上染疫的 所以为了慎重起见 那这个我们把居隔的一个时间 从三天延长到十天 我想对于这一点 我个人是表示支持 也是辛兰的来这个同意 除了要求全市224家 兼营卡拉OK的小吃店停业清销 及KTV等场所唱歌戴口罩外 金融市政府也宣布 长照及医疗院所即日起 停止探病到4月1号为止 各级学校与补习班 则要求提升防疫规格 并备妥停课不停学的相关措施 卫部部衣服会执行长王必胜 也在3月27号到金融提供意见 希望协助地方政府控制疫情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导 而金融的疫情持续升温 市府从昨天开始 在金融市民广场 设立了社区筛检站 提供PCR快筛服务 结果第一天就出现了 大排长龙的情况 裁检总数达到1040人 民众拉起口罩 由医护人员戳鼻孔进行裁检 这里是金融市社区筛检站 在金融市连续出现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后 金融市政府紧急在市民广场 设立筛检站 提供民众免费PCR快筛服务 今天早上民众如果说 觉得之前有一些跟确诊个案的接触史 或者是足迹的部分 你有跟他重叠 麻烦您就是带着健保卡 带着口罩 记得骑摩托车过来 不要搭买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直接到这边做免费的PCR的检查 那过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做裁检 裁检之后民众请记得 仍然是不要搭买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早上裁检之后 晚上会有报告 请民众下载健保的APP 直接查询 虽然天气失凉 还是有不少民众主动前往裁检 希望确认自己是否有染疫 居服务员公司通知要快筛 那你自己会担心吗 不会 等于他是例行的过来 对啊 因为我们带就医什么也是要快筛 确诊者的足迹 你有跟他们有同意的足迹吗 目前没有 为了确保安全 就直接过来 会担心吗 有点担心 就是有些 有些足迹过了什么 怕人就是坐一下比较安全 你有跟足迹有同别吗 没有 就是有经过了一些 人家都讲 不知道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基隆 因为疫情这么严重 坐一下就看一下 也没有自己 也没有碰到这么 加上金融市长牛昌 三月二十七号下令 警察局所有同仁都需完成PCR筛检 因此金融市社区筛检站开设首日 筛检人数就达到一千零四十人 卫生局方面强调 这处社区筛检站会持续开设 呼吁有疑虑的市民警数前来筛检站 或到各医疗院所筛检 以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金融市台六十二线与台六十二甲县区间测速 四月一号开始执法 违规超速罚款三千元起跳 是金融市首度实施区间测速的两路段 车辆行驶在六二甲快速道路 一不小心猛踩油门就容易超速 目前的话这里的话 这里速限的话 这段的话速限是六十 那是不是很容易搭 很容易直接踩油门 没有车的话大部分都会 看见没有车驾驶人的习惯的话 就是直接踩油门的话 再继续往前冲 仔细看路间多了告示牌 有区间测速提醒驾驶人 依照限速行驶 台六二甲县北上路段 过去是亝照市路段 货柜车在这个路段经常发生事故 同样在六二快速道路 限速是八十公里 但因为货柜车 砂石车等大型车多 常因为车速快 又未保持安全距离 导致车祸发生事故频传 三年内的伤亡统计 造成一人死亡 六十二人受伤 我们原本在台六十二线以及台六十二甲县都有设置固定式的测速照相仪器 那因为驾驶人的这个使用习性 在这个台六十二甲县测速照相机刚设立的这第一个月 它的取缔的建树是我们这个金融市的所有的测速照相机的第一名 不过经过这个时间长久之后驾驶人已经习惯了 那经过这个固定感都会减速 那另外我们透过这个这两天的观察 在我们区间测速这个设置完成之后 这两天还是发现 每天都有好几百台的这个驾驶有违规的状况 所以我们呼吁驾驶人在行进区间测速的路段 我一定要遵守速限 金融市警察局加强科技执法 陆续在六十二线西向11.3K至6.2K 及台六十二甲县北向二号隧道至东海接出口 增设两处的区间测速 为者将处罚三千到六千以下的罚缓 那有关这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设备的部分 这个是利用这个摄影机在这个我们区间测速的起点 以及终点按照车辆行驶在这两点之间的时间 跟距离去换算成它平均行驶的一个速度 那以台六十二线来讲 我们速限是80公里 那台六十二甲线速限只有40公里 所以希望驾驶人在这个行驶这两个路段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 两处的区间测速将在四月一号正式执法 但将对统计 每天平均违规件数就高达了六百多件 提醒驾驶人注意限速 免得四月一号之后就会收到罚单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免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补运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怨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儿童节连假快到了 家长们想好要带孩子去哪里了吗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正展出 还有个鸟地方 北部滨海鸟类特展 以北部的滨海鸟类为主轴 展出了300件的吸针标本 其中保存最久的鸟类标本 已经有40年了 一次可以看进多种台湾的鸟类标本 一走进特展区 各种鸟类标本分类展示 像是新天翁及基隆士鸟老鹰 展示的栩栩如生 海科馆展出了还有个鸟地方特展 除了可一睹多种台湾鸟类标本之外 也邀请到多位艺术家 共同展出木雕和纸雕作品 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我觉得很棒啊 因为我们真的生活在台湾 会觉得好幸福 真的有这么多鸟 从来不觉得 因为平常看的就是 以前小时候看的就是麻雀 这些比较多 或者鸽子 然后现在觉得 原来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鸟 台湾不是只有四面环海 其实台湾也有非常多元的鸟类的飞禽类 那大概有674种 那这样的一个鸟类它其实跟海洋是息息相关的 尤其这600多种里面有三分之一的候鸟 其实是停住在我们北部滨海 尤其是基隆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除了我们多元的这个海洋生物之外 鸟类如果也能够富裕的很好 也能够繁衍的非常好 那就表示这一块的 我们这个福尔摩沙最块宝岛是 非常非常的天然 所以其实藉由这样的一个特展 那其实也是在唤醒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宝地很不容易 所以很希望就是唤起大家 除了对我们海洋生物要保护之外 对我们的飞禽类 尤其对我们的环境 尽量大家要能够都有一点共识 就是把我们环境保护好 那这样我们的鸟类 我们的海洋生物 我们的自然生态 就可以永续发展 除了标本展示 现场有多部难得的影片 供民众欣赏 像是基隆岩鸟学会 特别剪辑了有准的纪录片 基隆我们常讲它是一个海洋城市 那海洋城市它事实上拥有的 就是一个丰富的海洋资源 那这个海洋资源除了海面以下的 海洋生物跟鱼类之外呢 其实在滨海地区呢 有一些鸟类 它事实上就是在反映 我们海洋生态系是否健康 所以每一种滨海鸟类 它背后都有一个 丰富的 以及多元的海洋生态来支撑 比如说我们看游准 游准它除了会吃鸽子之外 它也会吃过境的一些候鸟 甚至海鸟它也会吃 所以它是比较顶级的 所以它的存在与否 它就代表着下面这个整个生态系 是不是健康 那还有其他的像一些海鸟的部分 像很多海鸟的繁殖 它几乎需要的都是 一些刚孵出来的小鱼 所以只要有海鸟存在的地方 它事实上就代表着 滨海地区海洋资源的健康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来看的时候 去了解每一种鸟 它背后的生态系有关的部分 譬如说它游准是比较简单 那我们金融港的饶櫻 它主要是吃死掉的动物尸体 当然它也可能一些 遭受污染死掉的 它可能都可以反应 其他的海鸟的部分 原则上几乎都有固定的食物 所以说假如从你从个别的鸟种 去了解它背后的生态系 那我也觉得是来这边看 鸟类特展一个还不错的方式 文明也带来了鸟类的威胁 像是建筑物的沙窗 经常造成鸟类致状死亡 其实都可以避免 你可以看到 这有一些从上面是透明 那个透明玻璃贴点矩 有一点点的那个状况 那另外这种 当然有一些是雾面玻璃 有一些是窗化玻璃 相对的 透明玻璃造成窗沙的比例 绝对是比上面那个高 因为雾面的 我想就是说他们还是比较会有 他看不穿透里面的一些物体 那我们会造成 他有时候整面的一个 很透明的一个窗沙 就是他速度很快 配合特展开幕 现场也提供了民众多方体验 参观民众只要完成 六大关卡闯关者 就可以获得特展限定 电子图框一个 有机会得到特展限定的周边豪礼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在电影来看 基隆市恩惠全人关怀协会 十多年来默默从事老人共餐 及送餐的服务 备受肯定 荣获卫福部国建署颁发的 社区共餐实力奖 协会内的老中亲志工 分工合作 一起扛起照顾张政的工作 基隆市恩惠全人关怀协会 在社区关怀据点内 除了有专业老师带领 长者老人家活动筋骨之外 十多年来默默从事老人共餐 及送餐的服务备受肯定 除了市政府社会处和卫生局 积极辅导帮忙外 最重要的还是靠着协会 老中亲志工们 分工合作一起扛起 照顾需要照顾长者的服务 两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社区老人的共餐 第二个就是独居老人的共餐 那社区老人的共餐 他们会来据点 在疫情没有的时候 会活动完 健康促进活动完之后 会在这里用餐 那有些行动不变的 我们会送餐 那独居老人送餐 是比较特别 在区域里面是 真正不能够行动的 我们会有志工 去送餐给他们 能做就是福 奉行长者照顾长者 在地老化的理念 支持鼓励像是高龄 已经86岁的徐爱珍奶奶 和98岁的马阿四爷爷 固定在协会内做志工 帮忙插卡 确认领便当长者的身份 以及在厨房内 协助分菜打便当 他们都做得很开心 过来就做志工这样子 有的时候有跳舞啊什么 因为我86岁了 有的可以做我就做 有的还有叫他们做手工艺 打链子啊什么手链啊 就这样子 那很快乐 大家会觉得高兴很快乐吗 快乐 我们这个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 协会除了平均每天需要 做出300个便当 因应长者的需求 也感谢企业等单位 捐赠面条等物资 一并分送照顾老人家 固定每个月有两次 1919会帮我们联络 跟Costco有合作 会将他们的在既期的 或是将要过期的食物 既期的食物会转赠给我们 那我们会从他们转赠的 食物中再转送给 每一个独居的老人 随餐送出去 这样一只送 大概就可以送到100多户 荣获卫福部国建署 颁发社区共餐实力奖的 恩惠全能关怀协会指出 像是市议员还是狱 也会不定时来捐赠物资 给协会 或是亲自到据点 来跟长者互动 因此也欢迎社会各界 共同发挥爱心 帮忙恩惠全能 照顾更多长者老人家 记者刘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 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准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